好,接下来看到花莲市公所25号起一年两天 为工友零售市场摊商办理乐活名摊线外观摩演习的活动 分别参访宜兰市公友零售市场北馆以及南馆 还有绿酒市场希望透过这个观摩来提升花莲工友零售市场的品质 让消费者看见传统市场的改变与优质的购物环境 花莲市公所25号起一年两天举办工友市场摊商线外观摩活动 由市长威嘉燕带队包括了花莲市各工友市场自治会的干部和摊商 有80个人一起参加 首先前往宜兰市北馆和南馆工友零售市场 受到宜兰市公所热情欢迎 市长威嘉燕希望花莲摊商可以借有这一次的观摩学习 持续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产价值 也提升传统市场的竞争力 开心今天能到宜兰南馆这边来参访 那也希望说待会大家能够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好的交流 那因为在后预期时代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来提升一下我们的经济 可以提升我们的财买力 那也希望说大家把问题提出来 我们互相来交流 那昨天我们代表会的主席 李正伟主席也到了我们宜兰这边来交流 那也提出了非常多的好的想法 那也在LINE里面有跟我说 那未来我们都会来支持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 不管在我们所有的市场 的老板老板娘 大家辛苦了这两年 那我们未来我们持续的来拼经济 接下来一行人再前往绿酒市场参观 这座市场也获得经济部四星优良市级的认证 还有三星四星五星的乐活名摊 由于花莲市参访团当中也有很多家式乐活名摊业者 藉由这次观摩机会可以和绿酒市场的摊商 来切磋营运的窍门和摊商的摆设 彼此交换心得 中华市场知识会的主委郑元章也感谢市长 为家宴安排正式行程 让花莲摊商可以观摩外线式传统市场的运作 学习别人优点 也把参访的感受 想法带回花莲来分享 鼓励市场其他摊商可以勇于改变及学习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